今天是周三在哈利法克斯的最后一天了 我们在收拾然后一会儿骑程去PEI 然后我们去那里再看看 一会儿要过一个非常长的桥 叫Configuration Bridge 我们去那里拍一拍看一看 现在我们在开往PEI的路上 然后开了大概有两个小时了 两个小时多一点了 然后差不多还有两个小时不到 就会到PEI以后会过那个Configuration Bridge 到时候给大家拍一看 我觉得应该是非常不错的 然后今天天气的还是挺暖和的 也是不像蒙特利尔 好像说是现在有40多度 我们这里差不多有20度 30度吧 差不多吧 30度是这样子 也是挺热的 前面就是这个桥了 然后现在正在通往那里的路上 马上就到了 我们过了这个桥就会到PEI 我们就要到PEI省了 然后另外一个省 最后一个省 对 旁边写的都不是 虽然是地图上看到是水 它写的都是海 所以这里直接是被海河开的 我们刚下桥 然后现在正在排队 所以做这个登记 毕竟还是有疫情 那么必须每人在入这个城市前做一个登记 来这之前呢 大家是需要做一个表格申请 叫PEI Pass 我们现在刚刚做完了这个测试 就核酸测试 然后现在我们就进来了 一进来我看到这个风景还是非常不错的 这个小镇和这些房子都是很有旅游景点的那种样子 可是应该是在里面中美食 差不多吧 Lomster Shop 我们现在差不多就抵达了我们今天要住的地方 在Shadowtown 也是在市中心 然后我们现在正在找吃的 目标还是中餐 我们看看这些中餐的味道怎么样 给它上一课 给它上一课 我们抵达了吃饭的地方 又一家中餐 Asian Republic 保龙阁 让我们来进来看一看 开了一路 还是离不了中餐 这里还支持支付宝 我去 谢谢 刚才因为是中午饭 menu上没有很多吃的 我导致了我们想去吃对面的饺子店 看小红书上非常推荐 说对面饺子有很多种线 让我们去看一看吧 中午餐的话 这个刚才那个饭店可能就免了 还是非常热的 现在这个天气可以看到大太阳 oh no 又一个悲惨的结局 他们竟然关门了 今天是周三关门 所以 小岛角色我们可能只能再会了 前面就是Sharatown的Downtown 底下当然也就是海了 从地处上可以看到 我们就是住在前面一个地方 但今天还是非常闷热的一个感觉 换地方咯 我们又开车了一分钟 抵达了第三家饭菜馆 是一家粤菜 哇 还是一个很有特色的一个饭店呢 吃吃吃吃吃吃 我给你照 我在拍 照吧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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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吃吧吃吧吃吧 谢谢谢谢 刚刚听老板娘说这个地方竟然有差不多 PSPS小岛上建筑了一万个中国人 真是不敢想象 我们到了住的地方 然后这个是住的后面应该是 停车后面开过来 走过来就这样子 100 这就是我们在PEI住的地方 对 开低一点可以 你已经被咬了 我也被咬了 有闻了吗 有 刚刚在那儿被 像割肉的毛也在咬我 他明目正在趴在我的脖子 胳膊上就在咬我 两个房间洗鸡烘干肌 非常不错 现在我们去玩的地方 刚才回来check in 然后收拾完了住宿的地方 还是非常不错的 现在就是去哪里呢 我们去海边 去 这么叫想去游泳的地方 我们来到了一个沙滩 然后这个叫做TQ Park 有很多人来这里赶海 我们去看一看Viva 看能不能找到些什么东西 就是这个地方 我们好了 看到Living Short Line at work 从这里走到了沙滩 哇 好多人啊 好多人在这赶海 但我不是赶海 我下去游泳 这是退潮后 我们可以看得到 这都是泥地 然后里头说明就有螃蟹呀 蝦子呀 壳呀那些东西 我们就来这里来挖这些的 看这里的土 或者是海土 海沙 都是红色的 这里应该是红色的土 咦 有只狗狗 哈喽 哈喽 过去啊 哈喽 哈喽 今天下午就会在这个地方待着 待到下午到晚上吧 看到什么找到些什么东西 等我们玩完后再给大家拍一拍 这能找到些什么东西 出不定晚餐就在这里解决了 我们现在刚晚上休息完赶完海 然后现在去吃个晚饭去 可能去吃一个海鲜吧 然后下午他们捉来的虾冰蟹酱 都让他们给吞出肚子了 真是可怕 做老人吃了一个地方 马上除了这个 不可备了 你点这个吗 谢谢 谢谢 还有一个生蚝 天哪 蚝鞋 我把这个 你那个92块钱3块钱就在这了 而且还有盐 啥盐的 low boat 你照上去 然后我们去 你已经把张木椒那个 骑力口快的那个 你这个太low了 你这个就不用出镜了 好吧好吧 我们现在吃完晚饭了 现在我们就住在downtown 底下就是海滩边 然后我们去逛逛看 白天是非常那个就是潮湿 然后热 但晚上就非常凉爽那种感觉 热也很合乎 对 接了一个月的酒 可怕等着喷出来 好温情 想不想看点错啊 这个是 拜托好王子岛的convention center 前面还有一个2021年 然后 可以吗 我照顾拍一段稍等一下 也好漂亮 我们所住的地方 一百又二分之一 我们在爱托和王子岛第一晚就结束了 非常好 住的地方也非常不错 就在downtown的市中心 哪里都很方便 然后今天赶了海 明天起来的话 再给大家看看别的地方去 今天一大早起来是在 PI的第二天 然后我们来到了这家 叫小刀饺子来吃早餐 给我给大家看看里头的味道尝尝 看是否好不好 早上起来出去遛了个弯在港口 发现有人在钓鱼 明天早上我们可能起来去钓个鱼去顺便 小道饺子 然后我们进去 尝一尝这条天间饼 我们来到了另一个沙滩 面对的还是大西洋 Atlantic Ocean 应该是大西洋吧 一望无际的大海 还有这个地方是艾德华王子岛的一个国家公园 然后分成了几个很大的沙滩 你踩着他的钳子然后甲子 不行我的心跳现在很长 不够心 来 呀小五这儿是你的 你别注意了你怎么钱 我们来到了一个地方 有一个李宁的标志 不知道这是什么干什么的地方 今天是来了PEI的第二天 还有我们又回到这个地方 就是对螃蟹的昨天 但是今天闻的特别特别多 导致我们一早就离开了 受不了这个蚊子的叮咬 来到PEI的第三天 然后今天早上去吃个饭 今天的话就是逛逛 昨天被蚊子咬得太多了 今天我们有可能去那个 叫什么Sander Co 对我们可能去Tunder Cove的一个沙滩 然后去那里看一看 现在去吃个早饭 今天天气还是不错的 蓝天白云 给大家看一看这里的风景 这是我们吃的一家叫Linda's Coffee Shop Restaurant 今天还等大概十分钟才能进去 看来这家店是非常火的 在Google View上 这是我的Pancake 冰的Burger Steak 还有它的French Toast 当然还有很多东西没有上来 这是一个好像是中国人开的一个老外餐馆 老地方 看来是很英式的那种感觉 又是炎热的一天 我们现在开车去这个 Tunder Cove 去一个沙滩看一看 就说很漂亮 对 就说那里很漂亮 给大家去那里拍拍那里风景 有点风还是挺舒服的 太热了 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地方 就叫做Tunder Cove 可以看到前方又是一帮无际的大海 看到又是大夕阳的一角 哇 这要抓绳子下 大蚊椒 现在我们来到了一个稍微有个景点的地方 可以看到我背后 是被水 这是多年的冲刷给冲出了这么一个稻子 还有后头大家可以看到是一个柱子 其实这里也是 这里也是一个 可以看到 非常有风景的一个 和时代的一个这么一个自然艺术品 像这里都是 可以看到我站在一个缺口处 就是这个海水冲刷 导致了这个地方成为这么一个自然形状 而且前头和我附近都是 有这个洞穴的 就是被海水冲刷 这样子成为一个自然情况 这一路就逛完了 哇 天哪 今天是又是暴晒的一天 可以看到这个蓝天白云 天气是很好 但温度的话是非常热 看到这个小镇上的下午 还是一起也繁忙的 毕竟今天是周五 看到这里是有人在准备这个唱歌 这个music band 朋友们 我的名字是Eddie Quinn 我正在帮助于老家庭 今天在Picks Wharf 我们在祝福国家庭节奏 老家庭节奏 谢谢 谢谢Eddie 很高兴得在这里 今天是在Pi的最后一晚 然后晚上来干他一晚上的这个 肯定 chicken wins 给他上一课 他卖5块钱一磅 对 我们的地买 有给他上一课 就是大家的战 这本本就应该的 收拾会是吧 然后一人一个cocktail 基本就是耗在这 在Pi的最后一夜 这里有现场表演哦 开了一天的车 我们抵达了这个新来的地方 也就是魁胜了最后一站 叫Saint Louis Ghaha 名字挺有名的 挺有意思的 然后来这里就是卸个脚 然后明天就赶回蒙特利尔了 可以看一下 这样的风景还是不错的 这里也是比较凉快 这可能是一路最凉快的地方了 车就停在门口 离开了艾德华盲兹岛 这是一路最后一晚待的地方 在魁胜 这是我们钓鱼的地方 一路开了有大概六个多小时的车 我们现在路过 然后会去河北城逛一下 然后上桥 前面那个桥 现在又堵上了 现在又来到了 河北城的老城 好久没有来了 这个小的步行街 是 河北克的老城区 好久没来了 上次来还是五六年前来的 九天的旅程就结束了 九天的旅程就结束了 对 开了一路的车 最后一站魁北克 然后过来看一眼 对没错 加油 刚刚还有喝碗 边 那边 就是